今天讲一些玄学性的东西 人工智能 也展望了一下人类社会的发展 以普通人的角度 来预测我们将来 应该把精力 甚至是投资放在什么方向 因为我们普通人 经受不起太多的 太多的考验 尤其是以后的发展 可能是一角天堂 一角地狱 我们这个年龄好像 过时了 但实际不然 我们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我前面说过很多 人当个个人的发展 就是内求 现在不仅是我们当个个人 就像整个世界 甚至很多具有影响力的大公司 它的发展也都在内求 是向人类本身 人类的内在 来寻求发展 科学 科学的尽头肯定是玄学 玄学 需要科学一步步的证明 脚踏实地的去验证 那么它的逻辑基础 就是哲学 这是我认为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 英伟达 英伟达最近市值超过了三万亿 成为全球第二大公司 从它的气势和从事的方向可以不难推断 它成为世界第一大公司 也就是市值超过微软 也只是时间问题 它目前和以前 好像是一家台湾公司 这是我们华人也值得骄傲的地方 但是它最近的发言比较奇怪 它要跑了 起源于台北 但是它可能 要采用更 快捷的方式 它要去美国发展 不是它要去 它已经去了 包括美国AI 这些技术人员的回归 英伟达的加入 可以说 未来的发展方向 和这些高尖端的人才 还是在美国 这是我们 应该清醒认识的地方 那么 对于英伟达我们的了解 好像跟我们通常认识的这些 什么无人驾驶啊 什么5G啊 还有咱们通常所理解的这些东西 好像 它也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 就知道它是制作芯片的 做数据处理的 最近的新闻发布会上 它说 它的S2能够预测 某个人在地球上 模拟出 在三分钟之内 是否会发生 泥石流 或者是像这种暴雨 是否被淋湿 都能精确到这个程度 这个也是值得庆幸 值得骄傲的 那么 为什么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呢 因为人类社会发展 这历史跟人类诞生到现在 它都是存在着 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们中国人 不论从影视作品 还是从书籍上 都是记录我们过去的思想 过去的智慧结晶 来我们现在 直到我们为人处事 或者是甚至是思考 像美国的这种 电影影视作品 都是对未来的描述 就是我们将来将要做什么 就像马斯克 他在研究星链 在研究比特币 在研究火星 他是未来落地的事情 他在研究 我们还在研究什么 36G 孙子老子 像这些寻子 像这些东西 这些子字辈的 还在研究这些玩意儿 随着英伟达的发展这么迅速 这个存储知识的存储备 可以说不用我们像这么多年 十几二十年的寒常古读 来记忆这些东西 马斯克的脑机接口 将来肯定会有一天 能把这些知识 芯片直接传递给大脑 那么我们普通个人 接下来要做什么 或者我们将来 需要我们做什么 不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做什么是徒劳的 我们应该把精力 放在什么地方 这是我们需要 普通人需要 真正深刻思考的问题 因为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觉得管理自己的精力 还有把自己的注意力 放在什么地方上 已经很重要了 可以说 甚至说智光重要的东西 因为我们的生命 和我们的体力能力 在科技不太发达的 今天我们可能 这是我们的决定性因素 把这些管理好 管理好自己的精力 管理好自己的注意力 去做事情 不仅事半功倍 我们还能够有更好的 认清这个世界的能力 否则的话 我们可能真的是 人生毫无意义 那么你说这么多 英伟达像这样的公司 它好像就有芯片 对芯片 芯片这种东西是 高密度能量体 就是我们无论从这个像这种 我们的超高压输电 还有我们的电池 都在寻求这种 这种超高密度的能量体 体积率小 质量轻 然后运作速度快 能量大 我们都各行各业 最终都在向这个方向发展 这个方向发展 就像我们这个 圣德日星史宫的这种 我们八大零后 是动画片人所展示的这种 英雄人物 像星矢啊 紫龙啊 伊辉啊 像他们散发这种 小宇宙一样 这种小宇宙 其实 对于我们个人来说 可能是我们的思想 是我们的内核 在我们的大脑意识里面的 混沌体 如果你把这个弄明白了 你也能散发小宇宙 就是你去感知 其他的超灵体 就是所谓我们的通灵 你还能发扬光大 把你的小宇宙 扩大你的范围 这是我们借助影视作品 来描述 我想表达的意思 所以说以这个 圣德日星史的主题曲 作为背景音乐 可以激发我们 这个年龄段的一些人的思考 其他年龄段的人 我也不太了解 对吧 他们在看人嘛 是吧 龟先人 他也有龟派气功 是吧 可能是另一个层面的 现在这个发展 我们研究马斯克 就是马斯克 就是把思想 或现在想法 或现在的科技 将来落地的一个前瞻性的 前瞻性的投入 或投资 尹伟达是 在 他的前端 但是他是 他的前端 并不代表 他不是核心 因为他是研究内核的 研究思想的 有人说你这个 他不是研究芯片吗 芯片就是 他在模拟 俄自图他是模拟客观世界 但是客观世界 去验证的话 他也需要人类的这个思想 人类的反应 人类的这个 统计的这些行为 行为模式行为规范 人嘛 有想法 我跟你说这个极限 人类的行为的极限 就是脑机接口 就是脑 脑现在要通过机 来表现出来 就像我们普通的一个想法 比如说我想干一件事情 我在大脑上会想 这个人越聪明 他想的越全 经历越多 他会想的越多 他把他的思想 来通过他的语言表达出来 或者是通过他的手 来创造出来 现在社会这么发达 他可能需要别的人来帮助 这是人类正常的行为 行为 思想到行为 一直到落地 创造出这个事物 或者是把某些事 变为现实的一个过程 以后的话 这个可能 因果报应会越来越快 他可能不需要表达出来 他就通过大脑 直接 脑机接口 就是直接转变为 通过机械来直接实现 甚至 他也不需要 机 就是脑跟脑之间 就是我们地球上这五六十亿人 脑跟脑之间直接沟通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灵 就是高灵体 我们所说通灵都是通高灵体 但是我们比较落后 我们有些通的 是吧 那些青青大草原的 脑袋上一些青青大草原的人 一个通灵 跟那个千年那东西 万年那东西通灵 是吧 他就告诉你 人生需要笑对 需要乐观 所以说吧 你那个脑袋再怎么累 你也不在乎 我说的是 是这个意思 话操理不操 就是说 我们可能一个想法 你不要 通过行动 比如说 你想偷什么东西 你通过行动 然后被逮捕了 入狱了 你会 告诉你的大脑 这样干不行 这样可能违反 这个规律 以后可能不这样了 你有一个想法 甚至法律上 没有这文明文规定 你在大脑上想的话 你可以 通过大脑 直接跟别的大脑相连 甚至 跟 跟别的 像马斯克这种 公司里面的 知识储备 去探索 这个 你做的这事 到底合不合法 到底行不行 到底能不能跑通 因为你在大脑里想的东西 不存在犯法不犯法 你的表现行动 人家是根据一个客观事实 来判断你的 并不是因为你的想法 来给你判刑的 我讲的这个例子 就是比较 极端一点 但是话操理不操 你会理解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 讲太 讲我们普通人的 这个行为轨迹 对这个 交代框框的限制束缚 但是大脑就不存在 这个限制 你可以天把星空 可能对我们来说 可能智着飞跃 这种星链也是 星链就是在模拟大脑 你可以把你的大脑 里面的空间 你可以想象上一个 独立的星座 星链在模拟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交流 传递信息 你不要通过外表的 你的手脚 眼睛 发光 嘴发声 这些来表达 你都直接进行神经沟通 是吧 电磁可能生物 生物电 脉冲这些东西 直接沟通 缩短了这个 传播的这个时间 这种 还是这种 高密度能量体 他都会实践这些东西 比特币是对过去 比如说我们老子寻死 这些东西 他们是怎么思考的 是吧 他是怎么记录 他的书籍或者是传递下来的 他怎么记录的 这也是他们在研究的问题 然后就是 过去的 总结过去的经验 来推断现在的 通过过去的物理 或者是科学知识 来模拟未来的 来模拟星球 来模拟未来的星球的运转 为什么他研究的是大气 研究的是这些外界的 星云的 这种转换 他不研究个人 个人因为 如果他把前面的研究好了 个人也很容易 很简单 我们的影视作品里面 不得不说有很多 摻达出人文的 人文精神和人的力量 星球大战呢 还有这些 科幻性的东西 他强调人 也是强调人的大脑 这种先进的力量 有些 他毕竟在地球上 他拍作品 也要需要人看 也需要国家去审核 所以说他 把有些东西 把人文的东西 有些强调 这点是很可怕的 那么我们普通人 像马斯克一样 他可以研究星链 用星链来模拟 人或者信息交换 人的大脑信息交换 思想这些东西 还用比特币 来激发这种记录方式 记账方式 就是过去知识的记载存储 然后来模拟 这个火星 登陆火星 来探索未来的这些知识 未来的发展 甚至将落地 像他在这么发展 那我们个人应该怎么办呢 我们个人可以胡思乱想 你在打中可以随便的想 这是很多人躺平 也应该是看到了很多东西 因为我们个人 像做这种庞大的工程 或者是像英伟达 这样研究芯片 存储啊 模拟啊 探索未来啊 预测啊 咱们可能很费劲 那么另外两个极端 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躺平吧 就是满足基本的 个人需求 然后其他的 好像跟我们没关 因为随着人工智能 AI的发展 有很多物质性的东西 都不是问题 你现在所看中的 车子房子 那可能都不是什么问题 车子可能马斯克一体压住 像这样技术的发展 将来你要一个车子 还不会分分钟的事情 对吧 甚至你要一个飞船 都不需要太多的时间 只要你有铁 是吧 那叫星球大战 不是有捡垃圾的这种东西吗 是吧 你把它组合一下 是吧 都成了 这个 这是未来多少年能够实现 但是我相信 越发展这个时间 时间的跨度会越短 你像英伟达是93年 是九几年成立的公司 到现在 才多少年呢 30年 30年左右的时间 就创造了这么伟大的公司 对吧 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问题 张超阳说 我们年轻人不用太努力 确实是有的时候 努力也没有用 我们就等待 我们尽量地活得长久一点 等待这个世界的变化 因为很多 像这种超灵的人 超灵体 也是我们普通的人 他们只不过 境遇或者所处的环境 或者大脑比咱们聪明一点 他们在研究一些东西 在极具的探索 都在极具的 适应 来 模拟 或者是 推算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 我们可能 没有那么高的智商 或者是境遇 我们只能等待 像马斯克这种 能够将未来 践行 或者落地的人 也是 美国 不论是世界 还是美国来说 都是杰出的人 杰出的人物 这美国在干什么 美国在一直在研究 这种芯片型的东西 芯片东西 其实就是人的思想和大脑 在不是当个的人的思想和大脑 而是过去的 N多人的思想和大脑 模拟 他们之间的交互 信息 传递 碰撞 实验 来推测未来的发展 甚至把未来的一些东西 他们来去 实现 落地 这叫引领 不能说引领星球了 可能是引领 引领地球 可能是引领星际的 这个发展方向 他们是很可怕的 一个想法 我们普通人 将来的投资 你的干的小买卖 尽量向人的刚需发展 其他的 你别说 我这个技术怎么怎么样 我能一小时生产多少 那可能真的是 Nor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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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不是 这里是业主 我是海 一不小心又聊了20分钟 今天想说 想说的这个星链 什么挖矿啊 比特币啊 英伟达啊 芯片啊 什么 火星啊 这些东西就是告诉你 人类社会发展是从 现在统计 现在以前的所有的知识 所有的思想 进行存储 运算 模拟 未来的发展 把未来 甚至未来的一些构想 落地 都是在研究 昨天 今天和明天 但是研究 随着科技的发展 他们研究的东西 咱们可能是处处 普通老百姓是 触手不可及的 我们普通老百姓 需要做的就是 以后的投资 或者以后的发展 尽量像人 像人本身 内部球 还是跟个人一样 都是研究人的 必须 放低姿态 不要有太多的幻想 有很多 现实是很可怕的 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 第二个是 尽量活久一点 锻炼好身体 来迎接这个世界的变化 第三就是 有可能的话 尽量的丰富一下大脑 大脑主要靠你 丰富的想象力 还有处理问题的方式 方法 思想 如果有可能的话 第四点就是 在自己 可操纵 或者可 掌控的范围内 将某些东西落地 这是很难的了 因为现在已经很发展了 我们的这点钱 可能 去买一个 高端一点的电脑 都很费劲了 更何况你 没有精力 或时间去研究那些东西 因为我们都是普通人 被各种 客观事物 或者是 别人设计的思想 在束缚着你 房子 车子 票子 你得挣啊 是吧 你得活着呀 你得吃西瓜呀 西瓜最近价格也不低呀 对不对 吃瓜观众嘛 认清自己 面对现实 这里是夜主 我是海 希望结识 更多的朋友 有对我说的内容 感兴趣的 我们可以沟通交流 我说的只不过是 尽量以 我的话语能够表达 你能够听清楚 听明白的一种方式 来传递 好了 今天就到这里 记住 夜主 我是主播海